中东真的出大事了 以色列证实已经全面发动了地面行动 边境已经出现了坦克大军 而黎巴嫩政府军甚至往后急撤了五公里 你来看看 这个天女散花的空袭行动 以色列已经为地面部队进攻之前 动用了白铃弹展开全面大清洗大扫荡 两军的地面冲突看来已不可避免 英国已经启动了撤侨专机 美国更是增援了好几千名的兵力 因应可能失控的局面 当国际都在关注以离全面战争 是不是会开打 但是以色列国防部长贾兰特已经证实说 以色列已经做好准备 就是要打一场七面的这个战争 什么叫七面作战的战争呢 就是以色列的对抗伊朗的这个 以及伊朗他支持了他的一个伊朗轴心 包括伊朗在内 还有叶门的这个胡塞 就青年运动组织 然后还有黎巴嫩真主党 以及约旦和西汉传统的这个巴勒斯坦 哈马斯的分支 以及加萨地区的哈马斯组织 还有伊拉克以及叙利亚 这形成了以色列要对抗的 包括伊朗及伊朗支持的伊朗轴心 所以以色列打了这个七面作战呢 他国防部长就不会演 我就是要建立中东地区的这个新平衡 而且美军现在也持缘了 开了两艘航母去 然后这个出动了F15 F16 F18大黄蜂 还有包括F22 F35都过去了 以及三四千的美金 也紧急要辞员以色列 避免以色列陷入他的防务空虚 当这个纳坦雅胡啊 以色列这个总理就讲说 我们的敌人要一次的这个任期 以色列是一个强大 而且有能力的这个摆平这些威胁的国家 所以你看到以色列出动他的北舰行动 你现在看到画面上的东西 以色列之前不断的去空袭 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 还有空袭黎巴嫩这个跟以色列边境 也就是以色列以北 这个北舰行动呢 甚至现在看到地面部队 其实已经开始往这个 以北靠近黎巴嫩的地方去挺进了 这一段画面是这个照片释出来自 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国防军 走在了这个陆地上 像夜袭一样 这个据说是有至少100辆 以色列国防军的装甲车 在距离黎巴嫩他的边际 大概8公里的地方集结 而且你现在看到以色列的坦克大集结 他的战车也已经整个整装 整装带准备出发 集结完毕之后呢 甚至还有包括我们在俄乌战事上 经常看到的155公里的这个自走炮 重型的火炮 他现在也炮袭了这个真主党的 数十个在黎巴嫩境内的目标 那以掩护这个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打法是非常的精准 我先空袭一遍之后呢 我再开始炮击 然后你要真的派地面部队进入之前 我先把你这个里面清洗干净 所以黎巴嫩的政府军 已经紧急后撤了这个5公里 以防止现在这个以色列军队 已经要长驱直路的时候 黎巴嫩的这个政府军 还可以这个在边境变成 直接跟以色列敲锋 等于他先把他的这个边界 他的这个布防的这个地方 众生往后撤 好 今天我们来看以色列的 最大的重点观众朋友 我们再说一次 他的地面部队 已经全面往北方 往黎巴嫩 往真主党去推进了 而推进之前呢 他居然展开了这个 让人看了头皮发麻的 空中扫荡 他动用了白铃弹 已经全面大清洗了 对 我刚刚说以色列 他要进行非常精准的打击 他首先就先大量的 这个空袭尼 黎巴嫩 这个空袭尼 贝鲁特 除了贝鲁特首都 不只是郊区 连市区 现在看到市区都空袭 所以也难怪 黎巴嫩的这个总理 他有坦诚说 以色列这一场军事行动 会造成黎巴嫩 至少上百万人 这个颠沛流离 战场之下 老百姓是最倒霉的 接下来不只是在 黎巴嫩首都 这个贝鲁特的市区 在贝鲁特机场 附近的一些郊区 以色列的这个国防军 也发动了袭击 而这个贝鲁特机场 其实才是真主党 他去走私许多武器 到这个黎巴嫩境内 这个用来真主党 去对付以色列的 主要的据点之一 那现在也被以色列 出动了这个空袭轰炸 把他给端掉了 那以色列甚至在 这个黎巴嫩的 很多的这个地方郊区 他投资了大量的 这个白领弹 我们知道白领弹 是国际禁止的武器 但以色列杀红了眼 他不管那么多 他除了空袭轰炸你 贝鲁特又轰炸你这个据点机场 重要的这个军事要塞 阵地设施之外 他也要轰炸你有可能 这个藏匿的地方 先把你这根可能 对付他的这个黎巴嫩 真主党的一些武力 或残存势力 把他给逼出来 白领弹我们知道 温度可以达到 摄氏800度 吸到2500度 尤其是容易附着在 人体的皮肤 或者是衣服上 是非常残忍的这个武器 而且可以烧穿金属 但以色列就是要用白领弹 对付你这个真主党 他的口号都是这样喊的 但是其实用白领弹的时候 旁边的这个子弹 炮弹弹药是不长眼睛的 你难保你在对付真主党的时候 黎巴嫩老百姓不会遭殃吗 他狙杀了这个真主党的领袖 之前不是炸死了这个纳斯拉勒吗 那其实大家都在猜说 这不是在我们讲说 中国古老的这个孙子兵法 还有中国古老的36纪里面的 第18纪 擒贼先擒王 因为他不只炸死了 真主党的领袖 他也靠着他的这个强大的情报网路 抓到了说 真主党的这个领袖 纳斯拉勒 还有旁边其他 像伊朗的圣城旅 革命位队的这个副指挥官 还有其他几个像他们 急于产出了哈马斯的一些负责人 在这个黎巴嫩的这个贝鲁特 全部都被他的这个锁定之后 全部轰炸 至少这12名高官全部都上升 所以这个就是 勤贼先擒王的概念 今天晚上你听到了 近平刚刚描绘的这个整个攻击发起的 现在进行事 是整整一年前 我们看到哈马斯 在加萨团肯区发动那惨无人道的 猎杀突袭之后 以色列展开最猛烈的反攻 而且看起来 不会是一次两次单次的棋袭 它是一个绵密完整计划的攻击 他要重根 把所有的伊朗联盟里面的 逆着他的势力 统统端走吗 而如果他要端走 接下来伊朗的动态 就洞见观瞻咯 是的 以色列的数题 当然目标直指伊朗 他也希望伊朗轴心的 这些组织国家力量 能够陷入群龙无首 接下来 所以你看到 以色列的这个总理 就开始对他们的这个 伊朗的民众 录了一段影片 去跟他们喊话 你会觉得我又听错 纳坦雅胡喊话伊朗人民 他这个影片大致上就在讲说 你们需要推翻你们的这个政权 喊话就需要他们去推翻 这个伊朗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领袖领导人 然后当然纳米尼 恐怕会不会因为这样紧张 他认为说 你必须回到几千年前 我们以色列跟伊朗 古时候的两族的人民 是和平相处 你现在这个政权 是不可能 他们整天跟你们讲说 以色列多坏多坏 然后你们多好多好 用什么样的方式 然后等于有点在 想要帮他们做一个这个洗脑 所以当以色列的总理 录制影片向伊朗人民喊话的时候 以色列就希望策动民心 因为你看到没有 当这个我刚刚讲的 以色列把黎巴嫩 真主党领袖给炸死了之后 伊朗跟这个叙利亚人 已经在这个庆祝 这个地方 你看到没有 他们说这个 黎巴嫩的真主党 已经这个死了 那领袖死了 那对他们来说 可以激励他们的士气 所以以色列必须把这个 在黎巴嫩跟伊朗里面的这个民心 也把他给压下来 鼓动他们去推翻他们的政权 反而是伊朗是不是有点缩回去 伊朗这样很尴尬 伊朗说回去 伊朗不是整个联盟的老大吗 洞见观瞻吗 他尴尬的地方在于 他又不想全面升级开战 以色列是吃了圣罗铁柱 我就是跟你亲面作战 伊朗在怕什么 在顾忌什么 他现在经济 尤其是新的总统出来之后 他经济也想要让他复苏 我在这个节骨也不要跟以色列弄你 然后再加上他最近又喊出来说 郑主党可以靠自己 能够保护他这个自己 所以暂时没有像黎巴嫩 跟这个加萨地区 派兵协助他们计划 改口了 上个礼拜才说 绝对不容许黎巴嫩南部 变成另外一个加萨 他说黎巴嫩我的郑主党兄弟 不可能单独面对以色列 我们不会袖手旁观 现在怕卷进去了 那你这些伊朗的轴心 一个一个被以色列端掉之后 你现在缩手了 伊朗的这个最高领袖哈米尼 那你现在难道 据说已经被带往这个重要的地方 把他给藏起来 不管是地下的碉堡 还是加固了这个阵地 就是加强对他的保护 因为伊朗看到了什么 我刚刚不是前面有提到说 里色列出动了空袭 轰炸了这个炸死 黎巴嫩真主党领袖 那里面呢 后来他们发现说 伊朗的整个中东的这个势力里面 最挺这个伊朗轴心的 尤其是在黎巴嫩 他的这个真主党那边 以色列空袭他的山区 在里面发现说 这个被墟里面 下面有一个伊朗制造的 法塔赫120弹道飞弹 你看到没有 这些都被以色列发现了 证实说 这些飞弹的这个射程 大概是250公里到300公里 可以发射500公斤左右的弹头 证实 以色列就是长期指控伊朗 你就是军援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嘛 把他当成你的小弟 变成你们的轴心国成员之一啊 抓到了 所以这个红圈圈拍到的 这个弹道飞弹 举可能就是伊朗最忌惮的 我会不会因为 这也没被以色列拍到 发现了惹祸上身呢 所以他当然要赶快躲起来 而且避免被以色列 像对布黎巴嫩真主党一样 精准攻击炸死他怎么办 比如说 我们现在看到了 以色列新型的炸弹 我们在讲之前在 这个伊拉克 伊朗的以前的 圣城部队的指揮官 苏莱曼尼 不是被美军出动了 这个死神的这个无人机 然后用这样一个忍者飞弹 去把它给炸死吗 之前在这个哈马斯耶 好像是黎巴嫩真主党的 它里面的都有指挥官 死于这种忍者飞弹 这种忍者飞弹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在我们那种地狱火飞弹 AGN114 它里面不是采取 那种爆炸的这个炸药装置 而是采取这种三片四片六片的这样一个钢刀 非常锐利尖锐的飞刀 这个钢刀 它可以这个卷进去之后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十字型的 破窗之后 它不会爆炸 它只是把你这个全面剪烂 精准的狙击 狙杀人家攻击的目标 这一面是车子的挡风玻璃 挡风玻璃才多宽而已 它可以准到只狙杀在这个红圈圈的范围 都不会滥杀到旁边的无辜 没错 也就是假设这个挡风玻璃是驾驶座 它可以只狙杀到驾驶 它不会狙杀到副驾驶座 也不会波及到后座的人 可是一般传统的飞弹早就把它给炸死 所以当伊朗意识到说 万一以色列拿这种新型飞弹来对付我们的哈米尼 对付我们领导人怎么办呢 那你看这个哈马斯的领导人 都可以在这个伊朗德黑兰的这个住宿的地方被炸死 更何况是他们自己呢 再加上以色列现在发现了这个真主郎地道 你以为只有哈马斯在加萨走廊 盖了成千上万的这个地下网络地道 以色列跟尼巴嫩边境 真主党也是盖了一大堆啊 现在以色列的特种部队已经进入了这个里面 他现在发动小规模突袭 进入了尼巴嫩他的这个真主党的地下通道 而尼巴嫩这个真主党的地下通道里面 据说也是跟加萨走廊一样非常的复杂 长达几百公里 那真主党也是挖这些地道呢 要去通以色列才能对以色列产生 洗脑跟恐怖的这个勾及嘛 所以真主党的地道出现的时候呢 传统以前说武装人员还可以在里面骑摩托车 在里面穿梭 那地道路线非常错综复杂 而且空间非常的宽 据说很多的这个火箭弹 多管火箭都可以在这个 靠这个地道的系统去通袭 现在以色列他打算就把以色列跟尼巴嫩之间 边境能够威胁到他们这些基础设施 全部给端掉 然后把他们要该杀的目标全部给杀光 观众朋友就在这一次台风天电价审议委员会拍板电价涨定了 工业用电平均涨幅12.5% 民生用电是动涨的 这次你不要以为民生动涨 涨价就跟我们没关系了 从高耗能的建材产业到饭店旅宿业 统统逃不过这一次的涨幅 即使民生幼电不涨 这一波的调涨电价 已经跟台风天物价涨 产生了共犯效应了 即便商总喊话贪商 不要趁机调涨物价造成通膨 但是我们就告诉大家 更大的麻烦是明年 明年才是通膨大挑战的开始 好 抱歉各位观众 终于在昨天傍晚的时候 这个电价神议委员会拍板定案 这个整体的电 工业用电 最高是14%左右 那平均是12.5% 可是大家要看到 其实有些的这些产业别 它其实是根据它去年 可能因为用电衰退的关系 来做一些调整 但问题是 大家最关心的民生用电的部分 这个是没有涨的 还有我们昨天 过去我们昨天在报新闻讲的 这个包括量饭店 超商超市 这个也是动涨 所以大家可以放安心一点点 但是也不能安心太多 为什么 因为其实很多的这些供应用电 它跟着调涨之后 很多的制造业 它的成本就会增加 最后也会转移到 我们的民生消费身上 包括我点几个例子 包括像塑胶业 仓储业 甚至还有车体临近业 这些东东都会调涨 它店面都会调涨 那这样调涨的情况之下 未来这些业者 这些产业的业者 会不会把这些成本 转移到物价上面 当然多数多 过少都是会 但是行政院看起来 还在天上人间的感觉 今天行政院出来说 没有啦 我们民生这个用电脑 不调涨 是有助于稳定物价 可是大家想问 你看其他的这些制造业的成本 逐渐在往上升的时候 难保它不会堆跌到 它的产品的成本上面去 那坦白讲 一个在涨的时候 其他会不会跟着百物起涨 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东西 看起来 因为今年只剩下两个半月了 所以到明年之后 哇 才是真正大魔王的考验 虽然台电都说了 这次的民生定家动涨 对CPI没有直接影响 那问题是 今年现在2.5个月 对全年CPI 它影响只有0.03% 看起来很低 可是大家不要忘 2.5个月之后 明年呢 明年还是会涨 所以那个说 你今年是今年 明年是明年 今年看起来 数字影响今年率很低 但是别忘了 明年的时候 会不会让很多的店家 或商家用这个理由 我百物开始要起涨 我店家也有些压力 所以你看 商总的许淑果 他会特别拜托店家说 不要去调整任何物价 来造成空 那像明年 其实还有三个大魔王 大家一直看 店家明年 是不是还会再调涨 再来最低工资 明年也要往上增了 再来明年 还要开增探费 在这样三个情况之下 其实很多的业者会动不掉 那动不掉的情况之下 一涨下去之后 哇 明年百物起涨 所以我们不要说 现在是不是台电 要做好相关的货 不是说你亏损 就是调涨店家 现在是牵一把 动全身的情况 所以你当你调涨店的时候 也要担心 其他的物品 会不会跟着涨价 台电能评估什么 它是要怎么评估 如果追根究竟 你放弃便宜的发电方式 不用核电 扫到历史堆里去 现在专挑比较贵的火力发电 或者是更贵的绿能 当然绿能是趋势 问题是你已经放弃的 最便宜的用电了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这样一路走下去的话 你难保不会继续每一年 一手涨电价 一手拿补助 永远填不满台电的坑 是啊 因为我们知道 明年就要非核家园了 明年包括核三场 二号机就要除业了 所以我们明年的核电 基本上就是0% 那0%之下 大家就转移说 那会不会变成我们火力发电 要更加比例要提升 现在也不是我们国内看到的问题 其实国际也关注到 为什么 你看彭博士他就说 台湾调高电价 你想台积电等工业用户的利润 过去我们台湾 其实太依赖了所谓的煤炭 还有天然气 这样子来供应我们的用电情况的话 坦白讲就会造成 我们面临到很多用电的一些挑战 工业的用电大户像台积电 AI的吃电怪兽像台积电 我们都不动拿台积电的比喻 这会陷入一种谬论 为什么 台积电要有足够的抵抗 调涨电价的波动 可是不是所有的工业用户 都是台积电 这是其一 第二 你不要以为只有工厂 只有工业用电影响到 跟我们没有关系 你要住饭店 你要出去玩 跟你就大有关系了 是啊 国庆假期是不是快到了 所以很多人开始要订饭店 要找房间 虽然这次没有廉价 但是希望说 这个有个六日 还是希望可能出去走走 但问题是 现在店价一涨之后 你住的旅宿 会不会跟着也开始涨价 因为现在包括了 全国商总荣誉理事长 赖正义就说 他说店价三年涨了四次 多数的旅宿业者 都不敢调整房价 因为旅宿本来就已经很贵了 你再因为店价在涨房价 哇 没人敢住了 所以他说业者也在憋气 我看你谁憋得久 如果憋不了些怎么办 我干脆把旅宿 我的整栋的旅馆 拿去出售 或是转作为都更 变成住商大楼或什么之类的 可能这样子就让 搭住的旅宿业 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旅宿业越来越少 等于间接地削弱 我们的旅游需求 所以就变成说 现在的旅宿业者 其实也是很辛苦 它面临到电费涨价的问题 而且人又不来消费 你在这种双重打击之下 对旅宿业者是雪上加霜 所以你看 这次从2022年 工业定价调整之后 调整15%之后 其实到今年的4月 那个饭店业者 每个月的电费支出 至少增加了40万以上 哇 人没有来 结果电费还要多增加40万 这请和一看 这个压力真的是非常的大 更别说 这次店价调整 其实就有预估说 这样的店价调整之后 其实每个月的旅宿业者 可能还会增加20万左右 你等于要增加60万的店价 所以旅宿业者 压力非常大 那会不会再重撞 台湾的旅宿业 相信可能会受到 势必的冲击 所以我们每一天在节目当中 在讨论国旅要怎么救 旅宿业怎么救 望春风 希望更多的客人能够来 大家各退一步 他们打一点折 大家愿意来消费 就难关过了 慢慢就复原了 没有想到 这个重景原来打到旅宿业 这个重景真的是打到旅宿业 活生生打到旅宿业 因为根据人力宇航调查 今年的旅宿 今年的观光业者业绩 跟去年同期比 其实已经下滑了52% 几乎是一半腰斩的一个情况 而且平均衰退幅度 来到20% 那受伤最深的是哪里 大家不用我讲 大家应该心里就有答案 就是花东地区 今年初受到地震的影响 加上一些铁路的一些问题 再加上饭店业者的 这些价格的问题 今年花东业者的营收 已经下滑了将近80% 这个数字非常可怕 对旅宿业者来说 明明是在过暑假 可是心里却是过寒冬一样 所以你看上半年的时候 花年的旅游人口 已经衰退了四成 那台东当然势必 也受到影响 所以你看今年的暑假 对花东业者来说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那接下来还没完 今天不是台风要来 台风瀑布逼近当中 那个山坨的台风 现在逼近之后 花东已经开始怎么样 土石流摊放下去 所以造成北回铁路中断 你现在要去花莲玩 抱歉 花东的那个北回铁路 其实基本上 你就没办法过去了 再来如果你说 让我开车好了 苏花公路也出现摊放的情况 那你就说 那我要怎么去花莲 像飞机台风天也没办法飞 所以就问题 接二连三的人 所以像对旅树业者来说 对花东的这些观光业的时候 受到冲击真的很大 对啊 调涨工业用电 对于旅树业 又是重重的一级 那你退一万步讲 今天如果因为要供体时间 台电不能倒 台电的营运 需要补贴 需要涨电价 该贴就贴 该涨就涨 问题是 你的钱坑越补越多 你根本问题解决了吗 你有把我们的每一分钱 花在刀口上吗 台电要想要调整 调整店价 希望能够补贴 他们的亏损 所以你看 从今年开始 今年底的话 他们台电 如果根据这样涨价的幅度来看 他们电费收入 可以增加大概150亿 但问题是 现在他们其实立法院 还有要 每年要补 拨补千亿的补助给台电 但是因为今年的补助 还被挡住 还没有过 可是台电已经先涨电价 可是大家觉得很奇怪 明明立法院 接下来可能会补助给你 可是你已经先涨一波下去 那如果立法院补助 确定给你之后 你电价会不会回来吗 当然不会回来 那等于一手又要涨电价 一手又要拿立法院的补助 那补助谁钱 补助是我们人民缴纳税钱 都是我们的钱 都是我们的钱 所以你还补你台电的坑 所以这变成说 你台电根本就把我们的民众 当成ATN了 好那截至今年年底 如果照这样数字下去的话 其实台电还是亏损 他亏损了4600亿 你是亏损4600亿的时候 其实你要想到底 要怎么样抵凭亏损 你不能说 我今天拿了政府 拿了立法院的补助 我又要涨电价 来抵凭这个亏损 那问题是你台电到底做了什么 民众又要看得到 你今天涨了电价之后 百物其涨 结果你现在又说 不好意思 我在等立法院的补助 那这样有合理吗 这样完全不合理吗 如果你今天要等立法院补助的话 你就乖乖 好好的等立法院补助 你不要涨电价 因为立法院补助还有一个前提 你今年不能涨电价 结果你今年涨电价之后 你还要拿立法院的补助 不合道理 所以大家就说你台电 除了乱零补助之外 你是不是有乱花钱情况 大家翻出来 8月6号 治安署到台电的高雄大林电厂 抽射结果 10项 10项在防暴的电器设备当中 有6项不合格 花了80亿元 安全问题是该花要花 结果呢 你花了80亿 买到了60% 不合格的东西 让它还在线上运作 是啊 你这个81 不但没有防暴 或是防火 而且你还反而被查出来说 可助蓝的重金属 通通都在里面 你是不是开玩笑吗 所以变成说 你台电这花了80亿 到底有没有钱 花在刀口上 显然是没有 而且2019年的时候 黄国昌就爆料说 你这个大林的电厂 防暴器材 就已经有造假情况 可是目前看起来 今年几年 2024年了 5年过去 你完全没有改善了 当时台电来说 如果报告检业不合格的规范 就会找厂商来负责 可是你看起来 台电没有责任嘛 台电当然有责任 你怎么可以推给厂商呢 今天81是我们的人民纳税钱 结果今天花了81之后 你完全没有改善 你还推给厂商 这完全说不过去 再来2016年的时候 其实民进党立委赖瑞龙 他有发现 大林电厂乱花钱 花了560亿 买到有瑕疵的发电机组 560亿 这是刚刚81的好几倍 结果后来台电测试的时候 没有啦 我们同意来做一些修补的动作 就继续使用 你应该要退回给厂商 重新好的一批 过来继续使用才对 所以你看台电乱花钱的结果 就变成我们民众 再继续缴钱当ATM 那我问你台电的亏损会结束吗 当然不会结束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了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 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郡相 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花真相 CA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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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